賣靈骨塔大傳惹眼紅 早強壓鎖1400萬 愛有那一家Kyongbo 一次一大群凶神惡煞的人衝進來 他們全是被新北市一名理性男子唆使 覺得台北的正姓同業 靈骨塔賣得比較好 既然假裝要來談生意 卻率領20個小弟持刀槍限制他的行動 威脅要來1400萬現金 還逼迫簽下1500萬本票 警方獲報就到李信嫌犯家中逮人 他竟然還變成 是他擋我才入 警方說李信男子常常自稱是四海幫海湖堂堂主 早在去年他也曾把同業押走 殴打到眼部受創 如今招逮還被收押 突發中心台北報導 蘋果的新聞是記者自己跑出來的 知他跑得更好更快 屬於你的媒體 蘋果新聞網站